以色列热闹半地中海旅展 迈入第16届 台湾今年首度餐展 靠着美食抓住以色列人的胃 获得热烈回响 热烈和香菇鸡汤 搭配热炒的青椒牛肉和炒面 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欲罢不难 这边人不会快炒 他们认为中国的青菜炒 就是把青菜放到水里面 煮过拿出来炒 所有外国人都认为这样 今天我第一次让大家吃到 青菜炒就是快炒 只有一分钟炒 我跟朱师说一分钟 没有多于一分钟 他们不相信青菜可以这样炒 地中海旅展热情有劲 助以代表张良任也被热情带动 在台湾你可脱下 脚袋子 不吃 不吃 也在这里 也在台湾 不客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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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台湾学中文学了五天 我在台湾天天很开心 我穿着台湾是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台湾美食初级 台湾外交大阵 中央社记者曹宇凡 特拉维夫采访报道